一通谈话之后 莫莉再次将话题转到今日之事上 刘氏身份特殊 所以若是处理不当的话 反倒容易让韩江雪自身陷入麻烦之中 所以莫莉还是有些担心此事后续发展 觉得韩家还是尽快将刘氏给清除才好 纵使没有刘氏 宫里头那位主还是用别的方式打压韩家 但是与韩家而言性质却完全改变 最少韩家当家人不会再犹豫豫豫的 再也不会受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干扰 也不会再对那个所谓君王抱有任何幻想 韩家当家人态度一旦真正强硬起来 那么韩江雪身上所担负的担子 也就相对的轻松一些 他日所积蓄的力量也将更加饱满得多 知道莫莉是担心自己 所以韩江雪也并没有隐瞒 微微理了理 便把自己打算一一说道给莫莉听 听吧这以后 莫莉倒是不由得点了点头 韩江雪的想法与她很是相近 两个人又是交换了一下气质末节之后 此时她这才算是没有再去多提了 简收不早了 二人也没有再在寺中久留 临走之际 莫莉将贴身所挂的玉佩 取下来送给韩江雪 说是给她的生辰礼物 她也知道 韩江雪从来不会在真正生辰那一天过生日 所以借今日这个时候送出去告一何事 同样也是玉佩 与那次武士时 张浩成随身摘下地给她的悲剧命运 完全不一样 韩江雪只是略微蹲了蹲 便伸手接过了莫莉递给她的那块玉佩 玉佩是最为上等的玉制 式样却是最为简单的祥云图案 只不过正中间刻着一个醒目的梨子 上头还带着莫莉的体温 看着便让人感觉喜欢 上一回你赌输了 随手摘下手上班纸 这回我过生辰 你又随手扯下一个玉佩 看来日后你出门身上 可得多带些好东西 不然碰上是多人多的话 怕是送都送不过来了 她心里开心 嘴上却故意打去莫莉 说话的功夫 已然将玉佩给收入怀中 莫莉健壮 不由轻笑 神情愉悦万分 很快出生回到 除了你以外 我从未将贴身之物送给别人 以前没有 日后也不会有 况且我长这么大 身上一直带着的 总共就那两样东西 如今都到了你那边了 班纸的话都还普通 只近几年才带的 那块玉佩 是我五岁时 父王送给我的 莫莉脸上闪过一抹怀念与温暖 而后却是冲着寒香雪笑了笑 说道 若是我父王还在的话 我想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听到这些 寒香雪心中 一涌现出一道暖流 那块玉佩 承载着莫莉对其父亲的思念 和情感寄托 这样的感受 他十分明白 而如今 莫莉将那一块 对他来说 最为重要的玉佩 送给他 这其中所代表的含义 自然不言而喻 所以他也没多想 看了莫莉一眼 很快便将从小到大 一直挂在脖子上的 那一心形小玉坠 给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他还没急着 有所行动 同样 朋友感触地看着 手中心形小玉 喃喃说道 这是我娘亲怀我的时候 特意给我准备的 形状大小 都是特意 为我小收而寻的 我母亲过世之后 弟弟便将这块玉坠 给我戴上 直到现在 哪怕我长大了 哪怕他显得那么小 哪怕上头红绳 不知换了多少根 但他 却始终陪着我 他微微叹了口气 脸上并无难过之色 反倒是 闪过一丝温柔 片刻之后 他抬起头 再次看向莫莉 露出一抹 愉悦的笑意 肯定说道 若是我娘亲还在的话 我想她也一定 会很喜欢你的 所以 我把她留给我的 这一块小玉坠 送给你 说着 她亲自将那一块 心心小玉 戴在莫莉脖子上 眼中带着几分 朦胧的泪意 那不是悲伤 不是难过 那是 一瞬间的感动 为娘亲 为莫莉 也为自己 莫莫莉心中一争 这一刻的寒浆雪 让她无比动容 她伸手摸着那一块 小小玉坠子 每一下都带着 说不出的温柔和珍惜 她以前从不曾想过 这世上竟然真的会有一个女子 这样子与她心意相通 她总有一种 曾经含霜雪 险些失之交臂的错觉感 所以如今无论如何 也不会错过这个 因为上天眷顾 而让她幸运遇到的 独一无二的女子 我也会一直贴身带着她的 像你一样的珍惜 她没有说太多 但那目光之中的情意 却是无法代替的 有的时候 话不用太多 真正用心便足够了 两物相换 无需多言 却是定情 五华寺一来一回之间 整整花费了近三个时辰 等寒江雪回到寒家时 寒静这一会儿还没有回来 而一家之主寒风 同样也不在家中 一进门 寒江雪便带着紫月 直接往自己院子走去 与以往一样 父亲不在的话 连派人向刘氏知会一声 都费事省去了 刚进后院 便看见寒雅静 带着弟弟寒端 在一旁亭子里面下棋 姐弟两个人说说笑笑的 看上去极其融洽不已 寒端很快便看见寒江雪 脸上笑意更显亲切 一边叫大姐 一边直接起身 朝他那边跑过去 听见寒端叫大姐 寒雅静却吓了一跳 一马扭头 朝寒端所跑方向看去 与寒端神情完全不同的是 看到寒江雪的瞬间 寒雅静整个人顿时 如见鬼了一般 难看到极点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苏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眼睛 亦或者说不愿意相信 寒雅静这么早下学堂了 寒江雪没有理会寒雅静 那如同见了鬼的目光 而是自然不已地摸了摸 已经跑到自己跟前的寒端的脑袋 询问着 完全和平时一样 没有显露出半死的异样来 寒端自然是什么都不知情 直到今日大姐去寺里头上香去了 这会儿回来碰上 随便跑过来 并不曾多想什么 刚刚下学堂呢 正跟二姐在下棋 寒端人不大 却也算是聪明懂事 简单回顾寒江雪的话之后 便关心地说道 大姐今日出门 一定累了吧 端儿送你回去休息吧 端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如今还知道心疼大姐了 真是我的好弟弟 大姐是有点累了 所以这就回屋去休息了 也不用你送 你自己去玩就行了 当改天有空的时候 大姐一定带你去遛马 寒江雪倒是真心夸赞 对于寒端自然不会与刘氏母女 放在一起 寒端听说改天能够 跟寒江雪去遛马 当下更是开心不已 连声谢过大姐 今晚一组跑回去找二姐 下棋去了 嗯 二姐 你怎么了 见大姐已经走远不见了 二姐却还定定站在那 一动不动 望着大姐离开方向 发着呆 寒端不由的拉拉拉 寒雅进袖子 显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虽说她也知道 二姐和大姐之间 如今的关系并不太好 虽然刚才两个人 连招呼都没打 可二姐突然间这般神情 却还是极不正常的 端儿 二姐有些累了 请不陪你玩了 你找青儿他们玩吧 寒雅进 这会儿哪里还有心思 待在这边陪寒端下棋呢 静止打发寒端 去找二房三房 几个叔叔的孩子 去玩去了 话音刚落 寒雅进便提着群板 小跑式的快速离开 去找刘氏了 看到寒雅进 如此匆忙的身影 寒端不由的嘟气嘴 摇了摇头 而后倒也没追问什么 吩咐下人将其收了 然后去找自己的 那几个年纪相仿的 堂兄弟玩去了 寒雅进一头钻进 刘氏屋子之后 二话不说 便让屋子里头的人 全部赶出去 又气又恨 照刘氏说道 娘 这么回事 寒将军怎么没有死 他怎么没有死啊 静儿 你说什么 寒将军没死 刘氏一听 顿时也大惊不已 连忙反问道 你先别急 慢慢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 寒将军没有死 虽然这一会儿 暗一那边 还没有人送消息过来 不过刘氏居 并不觉得暗一会失手 最多不过是 动手时间有所调整 所以那头还没有 那么快将好消息 给送过来 而自己女儿 这会儿却是 突然冲起来 气急败坏地说 寒将军没有死 这可是怎么能 让他不担心呢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我刚才 都亲眼看见他回来了 活生生地回来了 连一点伤都没有 甚至连一点 受到惊吓的样子 都没有 难不成会见鬼吗 寒雅静恨得不行 想起寒将军竟然 没事人一样好端端的 他怎么可能忍得住 心中的怒火 连声质问起刘氏来 娘 那些暗衣是怎么办似的 我看他们压根就没动手 不然的话 寒将军怎么可能像 没事人似的呢 根本没有半点异常 你赶紧去查一查 到底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吗 这些人到底怎么办似的 好好好 静儿 你先别着急 我这就派人去查 听女儿说 亲眼看见 寒江雪活生生 后发无伤地回来了 甚至根本像是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刘氏这会儿也是坐不住了 他立马换来亲信 另起亲自去联络安医 看一看是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正如女儿所言 除非暗衣根本就没有动手 不然的话 寒江雪不可能会毫发无伤 半点惊吓都没有 难不成 中途发生什么改变 所以才会导致暗衣不得不临时 终止计划吗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最少她应该得到消息才对呀 可为什么如今寒江雪回来了 安然无恙 暗衣那边却是半点消息都没有呢 刘氏心中焦急 却不得不强行冷静 一边安抚好女儿 一边想着对策 而刘氏所派出的亲信 刚刚出府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便无声无息跟上去了 刘氏母女派人出去 联络查证之际 寒江雪已然舒舒服服地回了自己屋子 换了身衣裳 喝了杯茶 又休息一会儿 看上去精气神都算不错 此时已经晚膳时分 雪儿怕主子在外头跑那么久 饿了 因此询问是否早些不善用饭 她跟着寒江雪多年 因此自知晓今日特殊性 因此神色之间 不免多了几分谨慎与小心 生怕说错什么话 或多说什么 而勾起了主子伤心事 寒江雪白白手 直到中午在寺里面用了斋饭 晚上不想再吃了 又到有些累 想早些休息 吩咐雪儿在外头看着 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便是 水儿见大小姐不用晚膳 只当是因为今日去寺里头上香 引发对王母的思念之情 心中不太痛快 所以犹豫了片刻 却还是忍不住出声 想劝说几句 好歹得吃点东西 不能饿坏自个儿身子 看到雪儿那种 发自内心的关心 寒江雪微微笑了笑 说道 放心吧 我自己身子 自己会保重的 一会儿你在屋子里面守着 不要离开 我和紫月没回来之前 无论如何也被放任何人进来 明白吗 听到这一话 水儿自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原来大小姐并非她所想那般 而是另有重要指示 早就已经做好了旁的安排 如此一来 她自然也就不用再担心什么 又见大小姐还能够如此信任自己 心中更是激动不已 连声点头表示明白 一定会好好守在这儿 不会让大小姐失望的 交代好水儿之后 寒江雪很快便与紫月 从后窗悄然而出 绕过后院 由后门处 再次无声无息地离开寒府 看守后门的人 一早便变成了寒江雪的人 而大半年经营 寒府里头原本流失的耳目 然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着巨大的质变 这一趟行踪不可张扬 所以后门处早就已经有车马等候 寒江雪和紫月很快便上了车 不一会儿的功夫 马车便离开了 一路朝着西城那边而去 赶车的车夫不是旁人 正是今日寒江雪心得的 高手隐蔽中的一个 非东陵 而是另外一个人 名唤北风 不过一刻多钟功夫 马车便在一处大殿楼面门前停下 寒江雪和紫月都没有下车 只是在马车里头隔着帘子 朝着外头北风吩咐几句 北风很快应声 力所下车在旁边等候 而这一处大殿楼面 也不是别的什么 而是寒家产业 没一会儿功夫 寒静便从里头走出来 而他身后则跟着青木和寒启枝 几个人边走似乎还边说着什么 看那个神情 一个个都显得颇为严肃 经过马车旁时 寒静被北风给拦住 指寒是奉大小姐之命 请大少爷上车 寒静从没见过北风 所以当然是不认识的 而这马车亦不是自家马车 因此有些不相信 郑宇出声询问 确认那个马车帘子 稍微挑开一些 紫月露了半个脸 在里头朝他招呼 如此一来 韩静自是打消疑惑 很快便上前两步 朝紫月问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这事去哪儿 有些急事 大哥先上车再说吧 让青木和堂兄不用跟随 但记得 莫让他人知道 咱们行踪便可 韩江雪的声音 从里头传出来 是一兄长赶紧上车 莫在耽误 听见妹妹的话 韩静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立刻掉头 按妹妹要求 吩咐好青木和韩启之 而后直接地便跨上前 钻进马车里头 韩静上车之后 北风也一跃上了马车 很快便驾车 调转方向 直奔而去 妹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马车上 韩静这会儿自是赶紧着 向韩江雪询问 今日 她本应该是和妹妹一起 去五华寺跟娘亲上香的 不想突然遇见变故 不得不先处理事情 而让妹妹一个人 单独去五华寺 而这会儿妹妹应该是 刚从五华寺回来 却直接换了马车 与车夫神神秘秘地 跑过来找她说有急事 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韩静心中不担心 那是假的 今日那批丝绸之事 就有些离奇了 妹妹这边若是 再碰上什么事的话 那可就是更加闹心了 大哥 今日那批丝绸之事 处理得如何了 韩江雪 并没有着急回答 韩静的问题 反倒是说道 看样子似乎 并不太顺利 哦 事情本身倒是 没有什么实际性的麻烦 不过那个客商 也不知到底怎么了 哪根筋搭错 弄来弄去的 也不知到底想怎么样 白白耗我一天的功夫不说 还扯出一肚子嫌弃来 韩静皱着眉道 也就是他运气好 碰上现在的我 若换成以前 我早就要动手 好教训反了 韩江雪不由得笑起来 而后点头说道 大哥如今当真是 越来越像做大事的人了 那客商之事 你不用烦心了 过了今日 那人自然不会再生出 什么花样来的 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静一听 顿时又惊又喜 也不知向来阻止 多谋的妹妹 到底又想到什么好主意 谁知这一次 自家妹子 却并没有给她出任何主意 反倒是面色平静地告诉她 一个更加又气又恨的真相 大哥还不知道吧 其实今日这个客商找事 并不是偶然之事 而是刘氏特意安排的 用来把你调开 好让我独自一个人 前往五华寺罢了 韩江雪也没显得太过激动 平静说道 半道之上 我遇到了刘氏所派的 黄氏安依们的刺杀 险些丧命 好在被人所救 这才侥幸地度过一劫 很快 韩江雪便将今日所发生的仪式 全部与韩静说道一遍 对于是莫黎派人相救 化险为夷 也没有隐瞒 只不过 忽莫格的事情 当然不便具体多题了 而莫黎最后将东陵北风 四个人送予她 做隐蔚 保护她安危的事情 她同样也如实道出 至于 她与莫黎相互赠送定情信物 当省则省掉了 听完这一切 韩静这才明白 今日竟然发生 如此令她厚趴的事情 想得妹妹差一点 命丧胆人之手 她就无法控制心中那份愤怒 当真恨不得将刘氏那个毒妇 剥皮抽筋 方才解气 她一拳砸向自己 同时也恨自己无能 身为兄长 竟然在妹妹生死一线的时候 不在身旁 没有尽到一点保护之责 若不是莫黎的话 她真不知道自己 会悔恨成什么样子 请不吝点赞 看看